大家好,我是东南传媒的记者 今天我们来到了世界福州十一同乡总会 第十五届礼坚式就职典礼的活动现场 福州作为福建省的省会 已经为大家广为人知 那大家又知道十一是什么意思吗 十一是指福州府所管辖的十个县 他们风俗相通 相应相同 十一这个词更是包含着悠久的历史 十一这个说法已经有两千两百多年之久 在此次世界福州十一同乡总会 第十五届礼事就职典礼上 全国政协委员上届市府总会总会长吴焕炎 连任新一届会长 为了世界福州一家庭这个目标 去把它做大做强 还有现在很多的国家 全球很多的国家 现在有的我们还没有发展 我还有技术努力去发展我们的会员单位 使他能够趁着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 去牵线大球作用 吴焕炎在就职发言中说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在历届会长的无私奉献下 市府总会本着世界福州一家亲和团结创新发展的理念 成为全球福州十一同乡的最大海外社团 体现了蓬勃的生命力和团结的向心力 吴焕炎对众乡亲的认可与厚爱表示感谢 因为市府总会应该有感谢我们的党中央 感谢我们省委省政府 辅助市委市政府 他在后面在积极推动我们 使我们技术的往前走 还有感谢我们前几任的总会长 特别是张晓清总会长 他给我们奠定了发展的目标 还有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我们跟前任的总会长奠定了好的基础 我们的基础往前走 把它做大做好做强 中国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波 福建省委常委统统战部部长刑善平 福州政协主席何敬燕 中央统战部三局副局长邱玉 福建省侨联主席陈世海 华敏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丁炳华 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杭东逐礼本次庆典 就职典礼上 由世界福州十一同乡总会 永远名誉会长丹斯里拿都张氏国 永远名誉会长张锦雄监事 吴焕炎率领一众执行会长副会长 及全体理事成员郑重宣誓就职 终于本职 忠于本职 福物相亲 福物相亲 诸致团结 诸致团结 真敬情谊 真敬情谊 照顾三子 诸致世界世界福州一家亲的愿景 诸致世界福州一家亲的愿景 曲世 曲世人 吴焕炎 此次盛大的就职典礼 有来自海内外庆贺团 友好社团 及世界各地福州十一乡闲 共聚一堂 共享盛典 今天来到我们活动现场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福州相亲 现在正在我身边的一位 就是从日本不远万里而来的福建相亲 我们的话 不管在什么地方 还是做什么事 但是我们都不能忘记 我们的根在福州 所以我们会不远万里来参加这个生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